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9日 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2024美国大选 最强劲的除了特朗普与哈里斯两位候选人外 恐怕当属世界首富马斯克了 作为特朗普的拥顿 他决定用超能力帮这位前总统再次入主白宫 特斯拉CEO亿万富翁马斯克通过其设媒账号发帖称 每推荐一位摇摆州选民 你就能获得47美元 轻松赚钱 这则帖子鼓励民众参与签署请愿书承诺 如果拉来一个新人参与签署 就可以获得47美元的奖励 据悉 签署这项请愿书的选民承诺 支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 以及第二修正案中的持枪权 这项活动是为了吸引亲特朗普言论和观点的支持者 以帮助特朗普竞选团队寻找和锁定潜在支持者建立名单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 买卖选票是犯罪行为 但向签署或推荐签署请愿书的人支付报酬并不违法 请愿书称 其目标是让100万名摇摆州的登记选民签署支持宪法 尤其是言论自由和持枪权 根据声明 签署人需留下姓名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 地址及推荐人的联络方式 只有7个摇摆州的选民才有资格签署 据报道 马斯克将支付高达4700万美元的巨额费用 帮助招募人员拉新 找到100万位愿意签署请愿书的选民 而这些愿意支持保守派观点的选民会被视为可争取选民对象 马斯克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为支持特朗普压上所有 又开玩笑称 如果特朗普败选 自己就会完蛋 副总统哈里斯会把他送进监狱 马斯克说 如果特朗普输了 我就完蛋了 你认为我会坐多久的牢 我能见到我的孩子吗 我不知道 近日 一份新报告指出 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的一项政策提案 将对所有美国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 这可能会对加拿大和美国经济产生广泛的经济影响 包括边境两边人民的实际年收入 损失1100美元加元 800美元美元 据英文媒体Financial Post的报道 这份题为繁荣的伙伴 探索加拿大美国贸易的意义的报告 由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教授雷福汤贝 Trevor Tom撰写 报告发现 美国的关税以及加拿大和其他国际预期的报复性关税 将对两国的生产力 价格和收入产生重大影响 报告指出 美国上一次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10%关税是在1971年 当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试图改善美国的贸易平衡 虽然这项政策只持续了4个月 但这是贸易政策的重大发展 报告还预测 加拿大能源和汽车零部件及车辆出口产出 可能会下降高达22% 据估计 近240万个加拿大就业岗位与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有关 虽然该报告没有详细说明有多少工作岗位会受到关税的影响 但从历史数据来看 如果关税持续整整一年 加拿大将失去9万个工作岗位 该报告还强调了美国各州对加拿大贸易的依赖程度 加拿大是美国34个州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在蒙大拿州与加拿大的贸易占该州经济的16% 在密歇根州为14% 在伊利诺伊州为10% 报告显示 即使在遥远的德克萨斯州与加拿大的贸易仍然占该州经济的4% 与此同时 美国贸易对加拿大各省的经济影响甚至更大 在新布伦瑞克省与美国的贸易占经济的62% 在阿尔伯塔省和曼尼托巴省为42% 在安省为41% 此外 加拿大是美国增值贸易的主要贡献者 经合组织称 美国出口中 加拿大的增值额每年约为200美元亿 2019年超过240美元亿 这种关系的持续经济效益显而易见 两国都能从利用各自优势的一体化供应链中获益 通过促进及保护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 两国可以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提高经济稳定性 生产率和全球竞争力 最高法院在周二的一场听证会中 似乎倾向于支持拜登政府针对幽灵枪出台的新规 所谓幽灵枪是指那些可以通过游过工具包 在家中自行组装的武器 这些枪支没有序列好 无法追踪 在犯罪现场的出现频率也在逐年上升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 烟酒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ATF是否超越其权限 在2022年制定法规要求幽灵枪制造商在套件上标明序列好 并对购买者进行背景调查 在长达一小时的听证会上 大法官们围绕套件是否等同于武器这一问题 展开了激烈辩论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John Roberts指出 组装枪支套件的难度远低于修理汽车 因此应该视为一种异于制造的武器 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 Samuel Alito则认为 单纯的零件集合并不等同于成品武器 一堆未组装的零件不能被简单视为枪支 司法部代表表示 这些套件没有其他用途 仅能用来制造枪支 因此应受到监管 自由派大法官巴雷特Amy Barrett也表示 这些套件被销售时 以明确说明他们的用途 就像一个内涵所有材料的食品套件 所看到的就是它应有的样子 根据政府简报 近年来 幽灵枪犯罪激增从2017年警方查获的约1600支幽灵枪 结果4年后 这一数字飙升至1.9万多支 2022年 ATF制定新规 要求制造商为幽灵枪套件加上序列号 并在销售时进行背景调查 这一规定引发广泛争议和法律诉讼 目前 该案预计将于明年夏天作出最终裁决 尽管该诉讼与第二修正案无关 但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对此持谨慎态度 案件结果将对未来枪支监管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加拿大移民部的数据显示 2024年1月至8月期间 难民申请数量达到119,835份 其中约13000名申请者为留学生 相比2018年 留学生难民申请人数激增了600% 引发了对庇护系统滥用的广泛担忧 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对这一趋势感到震惊 批评部分留学生利用庇护制度以减免高额学费 称这些行为是在将留学生项目当作移民后门 他呼吁加拿大学校加强对留学生的筛选和管理 并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改革措施 总理特鲁多也强调 加拿大将继续为逃离暴力和迫害的人提供庇护 但必须打击那些滥用系统的人 尽管难民申请激增 移民部表示将确保申请审理的公平性和质量 加拿大政府面临的挑战 是如何在保护真正需要庇护的人群的同时 防止移民系统被不当利用 在飓风海伦席卷佛罗里达海岸还不到两周 米尔顿Milton就迅速增强为一场新的强飓风 并朝该州逼近 米尔顿周二下午已达到四级飓风级别 其外围带已于周三早上开始袭击佛罗里达州西海岸 总统乔拜登周二在向媒体发表讲话时警告说 这可能是佛罗里达州一百年来最严重的风暴之一 他说 米尔顿不仅可能以飓风的形式进入佛罗里达西海岸 而且在离开佛罗里达东海岸时 仍可能具有飓风强度 拜登敦促道 如果你收到了撤离命令 请立即离开 并强调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据航班跟踪数据网站FlightAware称 截至周二八日下午 美国境内进出美国的航班 共有896个延误 696个取消 预计这一数字还会上升 原定周三出发的1500多个航班已被取消 西南航空表示正在调整几个暂停运营的机场的航班时刻表 这包括坦帕国际机场和奥兰多国际机场 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奥兰多国际机场 在其网站上发布通知称 将于周三上午8点停止运营 而坦帕国际机场则表示已在周二关闭 在反垄断案件胜诉后 司法部正在考虑要求一名联邦法官强制Google出售部分业务 这可能促成对该公司的历史性拆分 在周二晚提交的法庭文件中 反垄断执法人员表示 他们正在考虑拆分Google的选项 以削弱其母公司Alphabet在搜索领域的主导地位 司法部还表示 联邦法官阿米特梅塔 还可能要求Google提供其用于构建搜索结果 和人工智能产品的底层数据的访问权限 司法部表示 其正在考虑采取行为和结构性补救措施 以防止Google利用Chrome、Play和Android等产品 来帮助Google搜索 以及Google搜索相关产品和功能获得优势 这是自23年前 联邦政府试图拆分微软公司但未能成功以来 为遏制大型科技公司非法垄断 而采取的最重大举措 上一次重大拆分事件还是在1984年 当时被指控垄断电话设备市场的 IT与司法部在法官裁决前协商了拆分事宜 Alphabet的股价周三盘中一度下跌2.8% 加拿大卑诗省务工克里斯托弗 德沃赫特Christopher D. Wacht 在短短几年内 将88000元的特斯拉投资飙升至4.15亿元 然而他最终因股价波动和财务规划失误破产 如今他对加拿大皇家银行RBC及会计事务所 Grand Fountain LLP提起诉讼 指控他们提供了不充分的建议导致其巨额财富损失 德沃赫特声称RBC的顾问未能帮助他 他及时将特斯拉股票获利转入更安全的投资渠道 反而建议他继续集中投资特斯拉 并捐赠巨额慈善款项以获得税收抵免 尽管他的资产在2021年达到顶峰 但随着2022年特斯拉股价的大幅下跌 他不得不通过出售股票偿还贷款 最终导致所有资产化为乌有 德沃赫特现在正寻求赔偿 称如果不是RBC的失职 他本可以保住大部分财富不至于破产 这场巨额财富从暴增到崩盘的案例 震惊了整个加拿大